11月23日至27日,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办 本届数贸会以数字贸易商通全球为主题 中国与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 68个国际组织和境外商协会的各界代表约1000人参会 大会今年主兵国为芬兰、南非、芬兰驻华大使孟兰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会议期间中兴社采访了孟兰 他表示,今年芬兰作为主兵国参加第二届输贸会 这本身就是亮点 此次芬兰有18家企业一同参会 相信两国贸易往来会更上一个台阶 谈及此次来中国的机遇 孟兰认为,未来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大有可为 他们期待可以和中方在绿色转型、循环经济以及医疗健康方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孟兰告诉记者,此次博览会的内容非常丰富 在这里汇聚众多企业有很多的商业机会 自己会把握机会好好参访一下 孟兰称,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挑战,如气候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健康等 因此,数字化发展变得愈发重要 分中两国的合作亦是如此 只有大家共同合作才能共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Well, I would say that digitalization is ever more important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se global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climate change, biodiversity, health issues so there is lots our experts in our two countries can do to have a better global future for all of us